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我们要来分解这台单眼相机 那为什么要分解它呢 因为它已经故障了 它已经陪伴我从小长到大 十几年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分解看看 到底里面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先试着从底下看到比较多的螺丝 我们先把它全部松开 我们去拿了一根电动螺丝起子来了 因为我觉得用这个应该是有点慢 特别手把旁边这两个螺丝已经氧化超严重 因为可能是手汗还是干嘛 你每天这样子用手盐分这样接触 这两个螺丝已经上面都是盐巴吗 还是有点氧化了 那看起来要把蒙皮整个都撕下来 我们才可以再拆到更多的螺丝 是的 没错 结果握把这边的蒙皮是没有任何的螺丝的 嗯 白拆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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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还遗忘了前面两个也要拆 镜头卡口也要拆吗 应该吧 先拆再说啰 哇 崩牙啦 糟糕 哦 拆错了 竟然这个蒙皮下面没有螺丝 嗯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卡住的咧 哦 竟然是没有东西卡住的 是我不够暴力 打开相机啰 这个是什么啊 萤幕的接条吗 看起来是萤幕的部分 哇塞 这个萤幕的线 是这样一大堆线这样组合起来 然后把它捆起来 变一条比较粗的线送过去 这个还蛮酷的 OK 这是我们的备盖模组啦 就是我们的萤幕部分 还有我们的按键部分 哇 这些按键的排线啊 就是经过这一条排线这样子接过来 看起来真的超级漂亮 而且还有这个蓝色的排线 真的是哇 超美的 哇 你看CANON的相机里面有TOSHIBA的晶片耶 虽然现在的相机上面都是什么Mini HDMI Micro HDMI 但是它这里有一个金属框的设计 让你的HDMI在用的时候 比较不会拉扯到它整个接口的部分 它有一个辅助装置让你一拉扯是拉扯到这个金属 接着整个相机的结构跟主机板一起拉扯 比较不会把 直接把那个HDMI的孔直接拉掉 或者是USB的孔直接拉掉 这个还是蛮用心的设计的 哇 第一块主机板下来了 哇塞 所以HDMI跟USB是直接焊死在这个主机板上 所以这个坏掉 整片这一块就要整个一起换掉 底下还有两个螺丝怎么没有拆到 第二块出来 这是我们的记忆卡模组 就是我们可以插我们的SD卡这里面 那下面这里还有一个弹簧开关 就是来侦测说我们的电池舱门 有没有盖起来 要盖起来 电源才可以供电 真的是一个神奇的Canon设计 我们慢慢拆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螺丝了 那应该就是重要重头系的感光元件来啰 真的是感光元件啦 嘿嘿太漂亮了吧 EPSC感光元件 哇塞 第一次把EPSC感光元件这样拆出来 太漂亮了吧 哇塞 太帅气了 现在大部分的相机前面都会有一片IR滤镜 所以你在打开镜头 然后全部打开的时候 你清洁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感光元件本体 所以你碰到的这一片 其实就是IR滤镜在前面 除非你买到特殊版本的相机 它是把这一片IR滤镜拿掉 哇拆下来了 所以你看IR滤镜一片前面的滤镜 然后后面才是真正的感光元件在这边 哇塞真的是太漂亮了吧 竟然感光元件被我这样拆下来了 哇塞 这一片应该就是那个什么超声波超音波 然后可以震动 然后快速震动 把灰尘震下来的一些东西在这上面 OK这是我们的相机的前盖啦 竟然这个闪光灯的电容这么大一根耶 这看起来超级可怕超级危险 你就这样握在你的手上 底板也是满真材实料的 虽然这个是一个超级便宜的入门款相机 但是它连接脚架底座的这一片 真的是非常非常扎实 而且它还直接连接到我们感光元件框框的这个整体结构 所以你在震动或者是你要避免震动的任何小小碎动 它都会跟着连动你的感光元件 而不是外面的机壳的震动 真的是还蛮特别的一个小细节啦 这正常人应该不会看到 你看竟然连接脚架的底板这么粗壮这么肥胖 这真的是 哇塞 这很厚耶 快门打开啦 到现在这顶板到底怎么拆呢 拆下来了啦 少拆一个螺丝 哇塞 这整个顶板像是闪光灯 上面的快门跟模式模组 整个都是一起的 所以你如果坏了一个按键 或者是转盘怎样进水还是干嘛的 这上面就一次就要整个一起换 就不管拿一个Canon相机都是这样啦 因为我之前就是泡海水 然后换了好几片这个顶板 这个闪光灯 真的是很容易坏掉 就是用久了车都跳不起来 真的是不知道是怎样 好啦 反正它就是一个马达 这样子转 然后让它跳起来 这个设计真的是 感觉需要调整 我想要看这个五菱镜到底长怎么样 应该是蛮酷炫的 好侧边的耳机孔跟快门线模组也被我拆下来了 哇 整个主结构里面的这个中间放感光元件的这个主结构 也被我拆下来了 哇塞 这真的是真材实料耶 超坚硬的金属 观景窗的两片镜片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观景窗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调整虚光度 那我们即时就是在移动里面的其中一片镜片的远跟镜 然后来调整我们近视的辅助 哇镜片又出来了 我们的相机左右分开来了 所以相机其实主要就在这边 这就是握柄的部分 然后我们的电池舱在这边 所以电池其实占了相机的 超大一部分的空间 所以电池舱门上面这里有一条排线 就是如果你加电池手把的话 它里面有一些电子通讯接点 就会用这一根排线来控制你的把手的 像是快门啊 然后上面的一些基本按键 都透过这样一条小小的排线搞定 哇塞 这个是我们的对焦模组啊 就是我们的反光镜其实是往上反射 然后让你看到影像 往下反射是到这个对焦模组的部分 才可以让相机对焦啦 那真的是太酷炫了 那这个已经是时代的眼泪了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因为现在无反相机 没有 需要再去反射来反射区去对焦 它直接使用感光元件去对焦了 所以这个已经 绝版了 哇这个是那个9点自动对焦的荧幕 竟然只有9点自动对焦 哇塞这超小的 就是你观景窗下方那一排数值啊 什么快门速度快门 然后光圈 ISO 然后还有什么曝光数值的那一个 一间荧幕是这么小一条的耶 超级可爱 哇塞这就是五菱镜的部分啦 我们现在也不太需要用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直接观景窗进去就是一个小荧幕 直接看荧幕就好啦 就不需要有这个神奇的复杂的光学系统 那就是进去 光线进去 打到一片镜子 往上反射 再打到一片镜子 再往下反射 然后反射到我们这里面的反光 反光镜啦 然后我们再照射出去 看到镜头呈现的 画面 这真的是 又是一个时代的眼泪 哇塞这什么偷窥神器啊 你看我现在往这边看 但其实我是看着镜头的部分 这超帅的 快到最后的部分了 最后的部分了 这门让我惊讶 就是这个镜头接环的部分 竟然是没有连接什么机身的 任何部分 结构的部分 它就是这样子 三颗螺丝撑起你的镜头 所以你放了一颗比较长的比较重的镜头 它也是三颗螺丝这样撑起来 还蛮神奇的 我有超多这个快门模组 因为摄影师拍太多照片 这个就是 最快磨损故障的部分 所以 好又多了一个快门模组啦 OK你看反光镜就这样上上下下 OK我们还是保留这样子的模组啦 这样看起来超酷炫 你看 我们就可以直接 手动来调整我们的 反光镜 跟快门的联动 反光镜升起 快门打开 快门关上 反光镜降下来 在这种慢慢的瞬间 这真是超帅的 哇塞 OK你看我们获得了战利品 你看就是快门跟反光镜模组 真的是超帅 武灵镜 还有对焦模组啊 还有我们的最重要的 感光元件 超级漂亮的 哇塞 你看超帅的战利品 好啦那这我们今天的canon相机分解影片啊 当然请用这边按个赞 对我们朋友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跟分解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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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